好了,又是未來跟大家開箱玩玩具的這個環節 今期未來就想跟大家介紹這隻Tina 這個是好像叫無主之地 PS4還是PC都有的遊戲的一個角色 後面就見到很多它那個遊戲裡面的角色 未來沒有了解,所以就不介紹那麼多 只是以玩具來說 未來就先跟大家開箱看看這部影片 配件方面,馬克法蘭在這部影片方面 其實都算是配件是用心的 剛才說呢,就給大家看看 這些細節的Data位置是足夠的 這個是替換的樣子來的 武器就有一支窗 那支窗就是半軟膠也不算軟膠 那就有一隻 為之醜陋的兔子 一個地台 這個地台基本上未來是不會打算用的 那就是一個背包 就是這樣啦 先拿個背包給大家看看 從細節方面來看 大家可以看看 它這些舊化的文理 還有這個B字 這個呼嚕骨 上色是到位的 是局限於這些小物件的細節上 大家看看這隻兔子 我個人覺得是挺漂亮的 這支窗也有做它的上色 類似劇中還原的字句 看完這支窗就來看這隻本體了 本體方面呢 極為之是漂亮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我指給大家看 鼻這個位置是有上色不均勻的 應該算是未來這隻中了獎 但是 都OK 我接受 因為馬法蘭是 一分錢一分貨 大概是 在國外是十多元美金一隻 那好了 就看看可動 可動的話 手的可動是屬於早期的 如果大家有接觸過 馬克法蘭的 那個叫 行屍酒肉系列 就會 不會陌生的 對這個系列的 數體 它就是那種數體來的 手最盡的可動是90度 這裡可以這樣舉起 但是 這裡是 轉的話 是靠前面 這個 就是 這個位 這個位 來轉 它上面這裏 即是上面 這個位 是沒有轉動 的 data 那 就好了 腳 腳的可動 那這隻東西 其實未來不懂這隻東西 但是覺得 這隻東西是屬於做得幾好看 所以才會 忍不住手地買了它 那 那 就 鞋子 腳的呢 就屬於 較早期馬克法蘭 現在應該馬克法蘭都不會用這種 關節的 就是這種 類似DCU的那種數體 這種數體 其實是 真實性還原度是足夠的 但是 怎麼說呢 類似雕像 可動性不會太好 那這隻東西 另外一個最大特色的一件事 就是 這隻兔仔 兔仔 拔了出來 拿這個 看不見到後面這個位 那就可以裝上去 那至於 插不插得實 就 視乎 自己去 去 研究 那 這隻兔仔 就放在這邊 那它就有個 背包 剛剛也跟大家說過 我看看背包是怎麼拆開的 嗯 嗯 貌似 不知道是怎麼拆開的 真的 它這個位 塗不到 不理會它 那就不理會它 那就是武器 武器裝備 給它看看 這隻兔仔 官方定價 好像是29元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 出了之後 市場越來越 倒得厲害 倒到現在 未來入手價 大概是 13元 美金 包油 那 就 值不值 就 看你們 怎麼想 個人覺得 其實 以造型來說 是OK的 它的可動性 就不高 但是 細節是有的 還原性 自然度 也都很高 就是 頭部的可動 因為這裏是一體成型的 就是 這個位 是 屬於要 追求的自然感 所以它是沒有做類似 Figma 或者 海洋堂 或者 Bandai 那些 屈腰的 關節 大家看看 屈不住 那就基本 就是這樣 那隻腳的這種可動 其實是很低可動 但是 最盡 就是這樣 個人覺得 你不是玩 只是以擺來鋪塵的 是OK的 那就基本是這樣 那好了 今期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下期再和大家分享更多玩具 喜歡我的頻道 不是 喜歡我的視頻 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美萊 下期再見 拜拜